大家好 很多人在腌黄瓜的时候都是先放盐 先放盐就大错特错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黄瓜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黄瓜用刀拍一拍 把黄瓜拍碎这样更容易入味 然后切成小块全部放入盆中 接着加一勺白糖搅拌均匀 加入白糖腌制不仅能让黄瓜更加爽脆好吃 而且不会因为后面调料的添加而影响整体的味道 拌匀之后放冰箱冷藏去腌制20分钟 准备一点香菜切成小段 然后再切点葱花 几个小米辣切成圈 往无限电动蒜泥器里面放入几个大蒜 几秒钟的时间就打成蒜末了 然后装入碗中 加入88的白芝麻 焦烧热油激发出香味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食盐 加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 再加入一勺辣椒油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黄瓜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用力挤出水分 尽量把水分挤干一点 这样挤过水分的黄瓜吃起来会更加的清脆爽口 再放点洋葱 放点煮熟的木耳 倒入调好的料汁 再放上香菜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 美味继成 这样做出来的凉拌黄瓜爽脆可口 香辣入味 非常的好吃解馋 开胃又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